台南仁德交流道旁 這一棟高七層樓的房子 鋼筋裸露 水泥陽台塌陷 最高樓的裝飾陽台 感覺飄在半空中 上面還插著鋼筋 看起來還沒有完工的樣子 但這棟房子已經蓋了超過四十年 一直都是這樣未完工 被當地人稱為怪怪屋 廢墟造成附近居民困擾 原來這棟房子屋主姓茅 民國六十一年 他開始自己蓋房子 半水泥綁鋼筋做模板 慢慢增建上去 當時他自己就住樓下 一到三樓是六十二年 區域計畫陷建前 存在的是合法 四到五樓為第一次增建 民國八十五年道路拓寬 屋主又一口氣蓋到了七樓半 還曾經因為自己拆模板 到頂樓梢造成火災 屋主當時自行逃生 他當時住樓下 後來因為年邁無法再蓋屋 十年前子女接走他 這裡就此狂廢 不過日積月累的侵蝕 看起來房子都快塌了 卻只能放著 屋主曾經貼出售屋訊息也不了了之 而好久以前就已經喊了是違建要拆 甚至有人是從小看到大 直到現在動也沒動過 這怪怪屋成為另類地標 也是居民的心頭大患 三雄王帥古富仙台南報導 最方便是偽造的 二雄王分 purchasing 重大花